在城市工作的原住民因为无暇照顾小孩 为了让儿少在教育上有健全的发展 至上基金会在细致章树社区规划系列课程 并提供照顾孩童的服务 都市地区的老师对于原住民的孩子处境的不够了解 所以也会产生孩子在学习上的压力 或者他们的家庭的处境 造成孩子在学习有些落后的状况 这个都是我们会希望能够加以协助跟帮忙的 我们不会有太多的评断 然后我们只会透过聊或是跟孩子提问 孩子懂得去看到问题 懂得去证实这些问题 非常喜欢乐器和音乐这两个 就是学到新的乐器也会很开心 就不同的声音不同的音乐 有你自己创作 对都市原住民家庭来说 文化如何传承也是重要的课题 透过带孩子唱鼓调编织作品等 了解族群文化以及增加自我认同 我大概四几岁的时候 我父亲他曾经给我收购 我们这个女老人家的编织 不要消失 一定要交代给下一代 智商基金会内的老师与志工们 将无私的爱分享给努力茁壮的原住民家庭 并期盼这些孩童在爱中有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原始新闻综合报导